实验七 铝的两性 实验目的 了解铝的两性 掌握铝与氢氧化钠溶液和锡盐酸的反应 实验仪器 试管 带试管架 镊子 实验试剂 铝片 两摩尔美生氢氧化钠溶液 两摩尔美生锡盐酸 火柴 实验步骤 1.取两支试管 分别像其中加入用砂纸膜去氧化膜的铝片 再分别加入约两毫升的氢氧化钠溶液和锡盐酸 2.可以看到两试管中均能剧烈反应 并产生大量的气泡 一段时间后 用大拇指压住试管口 一进酒精灯均可以听到噗的一声 并且可以看到一圈明显的火焰 说明均产生了氢气 实验结论 铝既有金属性又有非金属性 铝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时生成偏氯酸钠 反应的化学方程式为 铝与氢氧化钠溶液反应时生成偏氯酸钠和氢气 铝与氏盐酸反应时生成氯化铝和氢气 铝败